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前 于天对此作出回应 坦诚身体不舒服 并无大碍 但需注意观察 于天上午在脸书发文表示 最近因为担心怨起的病情 加上天气闷热 自己身体也出现一些不舒服 目前在医院观察休养中 并无大碍 请各位相亲放心 同时也提醒大家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若有其他消息会再向各位报告 于祥全受访时向媒体证实 爸爸没事不会打给他 当时他正在运动 接到电话马上赶回家 真的是好险及早就医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原本爸爸不想让二姐于院起担心 要家人不要透露病情 但于院起后来还是知道了 赶紧打来关心 目前于天不需要开刀 未来一周将是关键期 于天经传小中风 另外二女儿于院起癌症病情恶化 于天妻子李亚平在立法院受访时数次哽咽 落泪 李亚平说 于天后脖子血管有两根堵塞 脑部也有血块 还好及时到医院治疗 而所有医生对于院起的病情束手无策 癌症已经不满全身 他要感谢大家的关心 李亚平指出 最近于院起情况一直不停在恶化 一下子肾积水 一下子黄胆 现在身挂管子排水 黄胆也在抽胆汁 于天心里面也很忧心 再加上现在地方选举 有很多好朋友在参选 不得不跑后援会的成立活动 这么热的天气还是每天到国会 李亚平说 于天每天回家说好像要热到昏倒了 其实是心力娇脆 为了女儿的事情晚上很难睡得安稳 于天现在到荣总去 检查后确实是后脖子血管有两根堵塞 脑部也有血块 还好及时到医院 现在吃药让阻塞慢慢去化掉 李亚平指出 于天的右眼整个肿起来 两眼不平衡 一边高 一边低 而且右眼逐渐看不见 还有右手 右脚都抬不起来 抓东西也抓不到 所以她就觉得不对劲 于儿子于祥全带着于天到医院检查 目前要观察五天到一星期 于天每天只睡五小时 李亚平表示 于天起床就到国会来 谈事情一直谈 从上午到下午四点多到家 晚上再跑一下滩 她觉得于天太劳累了 但公事上繁忙是难不倒他们 最主要是女儿病情一直在恶化 没有进步 那种追星之痛 是难以言喻 至于于天办公室发表声明是中暑 李亚平表示 办公室职员搞不清状况 不敢随便讲 所以说是天气日是中暑 医生说有点小中风 不过先前血管又自己通了 于天皮皮地不去医院 还好于祥全跟他积极把于天硬加着到医院去 不过谈到于愿起的病情 李亚平多次哽咽 李亚平说 包括荣总 更深等医院的所有医生对于于愿起病情都束手无策 营养不良 输血也无效 也都不能做治疗 化疗 于愿起现在很痛苦 站也不能站 连站都会痛 一定要吃止痛药 一定要吃马飞才可以舒缓一点 于愿起的癌症已经不满全身 李亚平说 谢谢大家给于愿起集气 希望于愿起的病能够好 有多一点时间陪小孩 家人 于愿起现在的小腿跟大腿只跟手臂差不多戏 他看到真的很难过 感谢大家帮于愿起集气 宇天与李亚平财产申报新北淡水有一间房子 微付1200多万的房贷 还有价值200万元的两个结婚戒指 以及珠宝 红宝石 手镯 玉戒 玉佩 手表等 全部总价900万元 另外 宇天和李亚平还有投资天平传播有限公司 新天力传播有限公司等两间公司 总金额为390万台币 虽然两人名下无土地 汽车 共同存款为2815928元 其中李亚平2021年8月开始汇款205万元给儿子于祥全 让爱儿代为操作买股票 于祥全则曝光内幕表示 由于妈妈李亚平并不知道股票怎么下单 才请她帮忙操作 结果妈妈悟心朋友报名牌 对方介绍自己的公司股票 妈妈就将200多万元权砸在股票上 整个惨赔 根据报道 于祥全进一步表示明明股票都涨停了还硬要追高 妈妈还说会从50元涨到100元 结果现在反倒跌上20几元了 投资200万元瞬间变100万元 因此只好放着继续观望 宇天当时苦笑表示 其实担任立委很烧钱 每个月只领死薪水 服务处房租也要三 四万 还要付助理薪水 加上每个月红 白包支出 其实相当可观 但她不以为苦 无奈表示这是自己要走的路 再怎么样都要努力奋斗 而另一半李亚平则是常抱怨 嫁给你真倒霉 结婚40余年 李亚平与于天一直是人人羡慕的明星夫妻 然而后来宇天生病 却透露出了令人唏嘘的夫妻生活 据报道 宇天因查出前列腺癌三期 一在2018年出发现时就立即动手术处理 但她在录制节目时透露 医生在手术前曾警告她 手术后对夫妻生活有所影响 她则坦然告诉对方 已经与老婆20年没有夫妻生活了 接着 她透露原因说 都老夫老妻了 而且又忙 每天一大堆事情 其实回家就很累了 至于李亚平对她的抱怨 她则暧昧大笑道 她怎么抱怨 她都不主动啊 以前都是自己主动的 她从来也没主动过 更进一步解释 医生研判可能是因为太久没用 才导致悲剧 李亚平后来录节目才知老公说过这番话 愣了几秒反枪于天倒阳 嫌老公床上功夫不好 技术不好 年轻是一夜七次郎 婚后七天一次郎 现在是七年一次郎 还自曝于天从过年前冷战到现在 至今没说过话 被问到两人是否真的20年没夫妻生活 她直呼怎么可能 这样自己不是守了多年火寡 还当场开玩笑说 要把家中露营带翻出来给大家看 证明老公说的话不可信 宇天初到52年 是一名自身歌手 虽然在舞台上的她贵为艺人 但私底下却很节省亲民 曾因父亲和小女儿于怨起双双生病 买营养品 请看护花费不低 给她带来一定的经济压力 所以她要求自己要省回来 就学着搭捷运 再叫大女儿到捷运站接她 她说我用老人邮带票才12元 且在捷运上跟民众打招呼 是很特别的惊艳 宇天曾经上台喊泪谈父亲时 还爆出了一个 只有她 宇帝和父亲三人彼此才知道的秘密 原来 在差不多20多年前父亲生日时 她曾特地打电话叫父亲从新竹上来一趟 想为父亲庆生 同行的还有弟弟于帝 三个大男人后来到了酒家庆生 还找了不少美女做陪 之后 她交代于帝不能跟妈妈说 至今仍是三个男人之间的秘密 此次 她有感而发 对爸爸喊话 上了天堂 碰到妈妈也不要说出来 宇天有四个弟弟 一个妹妹 但二弟于龙 三弟于福星却壮年昼时 于龙英年早逝 中年仅39岁 她的妻子是资深艺人纪宝如 两人一有三子 纪宝如七岁就出道演戏 奶奶为了保住她第一童星位置 毕医生给她注射一支生长激素 因此 十四岁后 她就再也没有长大过 身高始终停留在149公分 前几年余天因为红彩炎引起视网膜剥离 紧急动手术后 现在变成啪啪雄 眼科医师表示 视网膜剥离需要开刀 但是红彩炎并不会导致视网膜剥离 由于手术本身会让身体发炎 加上余天可能罹患红彩炎 建议手术后可以摄取高剂量的余优环节发炎 李亚平接受访问时表示 今年过年时 余天为了捡东西摔下床 导致右眼欲轻 当时并未就医 直到近期才惊觉右眼看不清 看到的东西都是歪的 甚至后来一块看不到紧急就医 才发现视网膜剥离 紧急送进开刀房 如晶晶传中风住院 妻子李亚平表示 余天担忧而女儿于愿起病情 加上因为选举劳累 但是于愿起的癌症病情没有好转 群医疏手无策 让她当场在媒体面前泪崩 李亚平透露 余天的内心非常忧心于愿起 再加上现在适逢地方选举 有很多好朋友在参选 她不得不跑一些后援会成立 虽然现在立法院休会 但是余天还是每天到国会 她每次回家都说好像要认昏倒 其实她是心力交瘁 等于是为了女儿的事情 晚上很难睡得很安稳 李亚平说 她觉得余天太劳累了 于愿起的病情一直在恶化 都没有进步 这是让他们最忧心的事情 因为公式上的繁忙难不倒我们 我们以前南北跑江湖 到处跑都不会觉得苦 但是自己的女儿 那种追星之痛是难以言喻的 在节目上余天 李亚平的儿子余祥全透露要向爸爸惩治的道歉 原因是先前她说要电影赴后七日的首映会 深受感动的她在受访时托对爸爸说 我会帮你把后事办得很风光 让余天当场脸色大变 对于这件事 余祥全坦言相当后悔 因为这件事不仅成为新闻头条 网友更是骂声连连 吴宗献安抚她说 台上就像个拳击舞台 两个拳击手上台不互握的话 观众要看什么 爸爸保证不介意 爸爸以前在做餐厅秀的时候 讲黄色笑话还被关过脸 同场来宾迈入于见她这样有感而发的 说 我觉得她小小年纪吃太多苦了 就因为是余天跟李亚平的儿子 最后希望余天早日康复 他们的女儿也能抗癌顺利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